认真每个阶段历程 都是人生重要养分 继续来看这对姐妹 也因为小时候记忆 成就人生大事业 原本从事服装业 产业外营 面临转行 假乡未点燃新希望 一起开餐馆 就凭着儿时回忆 揣摩妈妈手艺 无数次失败才成功 也因为兄弟姐妹 齐心共渡难关 分店一见见看 欢迎光临两位吗 可以坐 坐在第三排 余彦平上一秒 在门口热情接待 下一秒又赶到出菜口忙着端菜 用餐时间 座位坐得满满满的时候 好险身旁有一个姐姐兼事业伙伴 帮了不少忙 求你150 找你五块啊 谢谢 来自云南的两姐妹穿梭店内 忙碌归忙碌 但脸上总是堆满笑容 在这个空间里 当两人共同将妈妈味呈现给客人时 心里总是感到充实 来 椒麻鸡 椒麻鸡是这一桌的 A1 招牌椒麻鸡几乎是每桌必点 酥酥的外皮混着酱料和香料 酸辣带菌的滋味 开启味蕾的大门 我们就帮忙 就喜欢抓 对 就喜欢麻鸡几 抓一抓 为什么要这样子麻鸡几 后来才知道 他说口感好啊 这样抓一抓 厨房是小时候家中最热闹的一部分 在还懵懂的年纪 即使其他的记忆都模糊了 但兄弟姐妹抢着几进厨房 想当小帮手的场景 印象却很深刻 妈妈要洗啊 要淹啊 淹的时候要抓的时候 我们就抢着要做 妈妈就说出去出去 我自己来就好了 你们呢 反应吗 我们反应就说 不要啊 我们也想做啊 对啊 就一直在里面 就越做越开心 吃起来感觉就特别好吃这样子 刚开始我们以前 我们抢着要帮妈妈炸的时候 都丢了马上跑脚的时候 看他那个我们都 都这样子要垫着脚看 好了没 熟了没 就一直问 从云南流传开来的焦麻鸡 是母亲的招牌料理 姐妹俩对他最初的印象 就是黏在妈妈身旁 好奇地边看边动手做 小时候觉得有趣 但长大后自己长厨却备受打击 索性靠着对料理的热情 撑了过来 会炸过头也有 炸不熟也有 对 那现在我们就大概知道了 那个火候跟时间都差不多 那现在的话就百分百了 还不会说炸不熟的时候了 手中料理者伴随他们长大的美味 已经没有还提时期的局促不安 动作变得沉稳熟练 只是这道经典料理 要从家庭圆桌搬到餐厅餐桌 也曾经经历过壮强期 像焦麻鸡来说 因为每天吃每天吃会怕 就吃小口啦 我们就试吃每次 因为你每次试不只是吃一盘 要炸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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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出来这样 儿时的妈妈胃要搬上台面 得先经过自家人味觉的试炼 每天吃还不肯罢销 准备了一年 才赶正式将家常料理断上桌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兄弟姐妹 就大家一起去市场上挑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们可能挑得太瘦啦 那个肉 肉没有那么饱满 没有那么圆润啦 对 那就重新再去挑一次 挑到妈妈满意为止 云南家常料理 七锅鸡 什么食材都可以替换 只有这外观看起来 干干别别的酸木瓜无可取代 这个是一种酸酸的水果 经过干燥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 从云南空运过来的 对 那有时候会请朋友带 有亲戚朋友来 会请他们帮忙带过来这样子 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办法取代 你用 你看像台湾 我们有那个酸菜汤嘛 那个味道跟这个也不太一样 搭飞机远从云南过来的贵客 不只酸木瓜 还有这一汪汪吐色气锅 当初运来台湾 可就是一场大工程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妹妹从云南自己背来的 对 那背着上飞机也不用拖运 比如说一整箱这样放 可能也可能是不小心撞到吧 撞到里面打开就会有很多碎片 从小就移居台湾的两姐妹 被云南地道的经典名菜 汽锅鸡胃养长大 当初也没意料到 有能力可以自己开店 让台湾掏客也吃得到 会常常到我们家做客 那妈妈就会做菜招待他们这样 对 那后来有朋友就说 这个料理你们云南料理很好吃 为什么不跟更多的人分享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兄弟姐妹也可以合作 来开个店 朋友的鼓励种下了创业的念头种子 只是于兵林这个起行动业 到真正付诸行动的那天 折腾了两年 当初跟他们提的时候没有人赞成 过了一年多两年 慢慢的他们才觉得说 对 也是可以来试试看 因为这个工作太辛苦了 没有人要做 其实我们成本就是下在这种地方 都是高成本的 要熬一整天的那个瓦斯 这都是机油 过桥米线这是它的生命 你汤头不好的话 整个过桥米线汤都不会好吃 要完整复制过桥米线的美味 熬了八小时的汤头 还有这一袋独家秘方 统统少不得 一个个细节 炖煮出熟悉家常味 一进入餐饮 就得面对热炉跟高温环境 这个对当初 还在从事服装业的姐妹来说 太遥远了 因为产业外移嘛 那我们做那个服装那些 比较怎么讲 也不是落寞啦 反正就是 就是加工的都移到国外去做 那我们台湾就比较 做服装就比较没那么好做 所以才想说 那好吧 那我们就来开店吧 最终大环境 还是将茫然的两人 推向了餐饮之路 以妈妈的好手艺 创出一片天 我们大宝片 就是这样子 猪头皮要把它烧 说是烧毛啦 但是这样子烧了以后 连它的毛细孔都清洁干净了 这个瓜匙我们会帮忙啦 刚刚烧的小时候不敢烧 脆脆薄片配上酱汁 凉拌口感 云南大薄片是道地的开尾菜 背后花费的精神无法计算 但他们深知 这样的投入不能减少 只能增加 只是回想 刚转换跑道时 一面而来的试炼 还是令人挫败 我们经营得很辛苦 刚开始这边 熬了两年多才熬出头了 什么是猪肉哨子 什么是哨子也不知道 哨子是我们云南的一个 就是面上面的肉酱的一个统层 番茄肉酱与鸣线结合 猪肉哨子虽然地道 在他们眼中更是家户 必备美味 但对许多人而言 还是太陌生了 二十几年前 你番茄入菜 大概很多人都还没有办法接受 那时候心情 我要不要换卖饭 我要不要换什么什么 可是我弟弟就很坚持说 不用你们做一样 把东西产品顾好 把品质顾好 只要一个东西人家喜欢吃 一定会有人买吃 彼此扶持坚持了两年 面对看人寥寥无几的日子 一转念学会知足 两人就这么携手熬了过来 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自己做 那我们就薪水也领少少的这样 够生活就好 就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那我们不怕没有人 对 那有时候比如说员工不够 我们就都自己兄弟姐妹 都可以调度 互相帮忙 这一点让我们能够撑下去的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姐妹俩从细节里细细雕琢琢着 一如薄到透光的猪头皮 不只练刀工 其实更在练心 受足情深致使其力 从童年回忆编织美食蓝图 将一家人的情感紧紧细在一起 也温热每个旅人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